開始我們來看 從第一天來回味 這個就是舊金山的市政廳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金華板 我們把我們之前有拍過的 比較漂亮的鏡頭 把它抓在這裡面 所以讓大家來欣賞一下 整個美西五大國家公園的金華板 現在我們看到的 我們再重複再看一次 雖然裡面沒有拍到你們 但是我們現在就製作一個美西的金華板 讓大家回味從第一天開始 也許沒有你 但是純粹都是風景的 有時候我們會做一些 一個國家一個國家 像美西把美西整個金華板都放在一起 讓大家看 那藝術宮也又讓大家回味 這是一個回味的金華板 從第三集開始 的這五個單元 就是我們最美麗的金華板 但是只有看漂亮的 只有看金華板而已喔 好威手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接著過來 阿呦 這樣剛好 喔 這樣就真是說我們剛才有來的 這個是回味版 回味版 最漂亮的 最漂亮的 讓大家回味 這個本來是不介紹景點的 只要配上音樂讓你們看 哇你看 藝術宮 這個就是我們的剪接師 特別為我們剪接的 精華板 舊金山的藝術宮 藝術宮 最漂亮的風景 都讓大家來看 現在這個是金門大橋 看金門大橋 那也許你們來的時候看的 不是這樣 但是我們從其他的影片 把它再精華 比較漂亮 再把它剪回來 讓大家回味 這個叫回味版 讓大家更近距離的接觸 這個就是金門大橋 金門大橋 他說關門大橋 是叫做關門大橋 對 它叫做關門大橋 這一個地方 我們有來過 但是我們好像沒有拍到 那我們又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叫金門公園 金門公園 四月份來的時候 都是非常漂亮的 都是非常漂亮的 金門公園 這個是裡面 是溫室的溫室 裡面製一些 溫室的花 花黃在裡面 這個建築物也是非常的奇特 很有設計感 讓大家看到 比較漂亮的 舊金山的雙子峰 讓大家再回味一次 不同人拍的 不同的景色 那我們就會在後面 這一天 今天你就會看到 不能拍的 沒有拍到的 我們這邊就有拍到 就會看到 羚羊峽谷的風光 羚羊峽谷的風光 這是雙子峰 三天 讓大家再回到第一天 再回到第一天 哇 九七花街 這個是回味版 讓大家回味版 回味版也是精華版 下次我們也來這裡開車好不好 好玩好玩 不同人拍的角度就不同 這個太大的車的轉不過來了 其實八個彎叫做九七街 回味疑人碼頭 座飛液 前面就沒有拍到這一隻海鳥 這是我們把好幾次 每一年不同人拍的最漂亮的景观 把它收集剪成一集 一篇让大家来欣赏 那同时这些风景 也就是我们这一团的客人都去过的 那不同人拍的 所以感觉不同的味道 这个是在船上拍的 这个就是配音乐让大家回味的 一个特制的哦 后面这里是特别致的哦 把拍的最漂亮的都放在最后面 这一集就让大家完全只看到美丽的风景 也许都没有人 好像风景而已 因为每一个时段来 都每一年大概四月份 每一期我们都会出一团 那每一个人拍的都不一样 那现在看到的 就让大家回味一下 这个是恶魔岛 我就不介绍的那么精细了 但是不要太厉害了 有时要让你们听到最方便 有时要听一个我的话 我说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有一点安静 那我想后面这一段配的音乐 要配的更优美一点 让大家用忧如非常临近优雅的心情 去看幽静的风光 让大家看幽静的风景 让大家看幽静的风景